神者不可思议 通者自在无碍 故而得知神通乃累世 积修而来 今日既要精进 就必须先达于空 无的阶段 然后再有 之后才能真空妙有 所谓不经罗汉阶段 无法证菩萨 所以要按部就班 修行的法门由小圣 而进入大圣 由内心修为开始 有时俗世语言 甚至要去掉 但亦非全部不要 所谓慈心三昧 乃唯心世界 由心事下手 转世成智 其方法再去我执 众生我执太重 故无法破茧而出